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先来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咱们看屏幕 他说 Travelers on shore trips to areas with water supplies of uncertain quality should avoid drinking tap water or untreated water from any other source 这不如本文中的主题了 不是水和旅行者吗 第一段旅行者还没来呢 第二段开始讲了 这个旅行者,游客, travelers 什么旅行者呢 这个写题字从on开始到quality结束 这是后制定语 就是on shore trips 短途旅行者 短途旅行者 这个在什么什么旅程之中 我们在三册第一刻就讲过 一般家介绍on on a business trip 在出差的途中 on a honeymoon trip 在这个蜜月旅行途中 这是短途旅行的旅行者 短途旅行去哪个地方呢 这个带下滑线的部分 从to开始到quality结束 是后制定语修饰这个trips trips后面一般都跟to搭配 就是to 去某个地方的旅行 去哪里呢 去areas这些地区 什么地区呢 with water supplies of uncertain quality 就是这个水的供应的质量 不确定的这个地区 就是水源供应 是不是安全不确定 这个地区 这个water supplies 是水源供应 后面这个of uncertain quality 就是质量不确定的 ansertion是不确定的 这又是修饰前面的水源供应 我们经常可以用of什么什么quality 表示什么什么质量的 来修饰前面这个名字 这个咱们一会儿也会说 到此为止 逐一结束了 就是到这些水源供应的质量 不确定的地区 做短途旅程的 短途旅行的这些旅行者 怎么样呢 should avoid drinking 应该避免去喝这个东西 avoid是中心飞动词 avoid doing something 避免做模式 这是固定搭配 那么喝什么呢 the tap water 避免喝那些自来水 tap water 既可以用帘子符连接 也能分开成两个词 都是这个自来水 都可以 中间加不下帘子符都可以 避免喝自来水 或者怎么样的 or前面这个自来水 跟后面 这个entreated water from any other source 是并列的 都做drinking 它的比喻 就是未处理过的水 entreated叫未处理过的 entreated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未处理过的 第二个是未经治疗的 在这当然就是水 是未处理过的 然后又后置于 from any other source 就来自其他任何 这个途径来源的这个水 就是除了 这个自来水不能喝之外 其他任何来源不明的这个水 未处理过的也不能喝 这个里面小的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就看一看 of the quality the quality 什么什么质量的 经常可以放在名词后 来修饰前面 这个中心名词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good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质量最棒的这些商品 就头等水平 头等质量的商品 修饰前面中心名词goods 再比如说 much of the land was of poor quality 其实这个土地 很大部分都是低质量的土地 质量特别差劲 贫瘠 严谨 不适合这个重装甲 of poor quality 就质量很差的 这是当做表语来用 也也可以 都是of加这个名词 做后置顶语 做表语都可以 再比如说 the photos are of variable quality 这些照片质量参差不齐 variable就来回变化的 有的质量好 有的质量差 所以of加抽象名词 可以当后置顶语 或者当表语来用 这是咱们三册讲的老知识 这个quality 尤其适合用在这个答题里面 表示什么什么质量的 本文中就是质量不定的 这些水源的地区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entreated 我们刚才说了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表示 未处理过的 没有经过处理的 咱们看怎么就 没处理过的呢 entreated means describe a substance that is not cleaned and has not had special substances added to protect it or make it safe to use 就是描述这么一种物质 怎么样呢 这个物质不干净 并且没有加入特殊的物质 来保护它 或者让它用起来很安全 未加工处理过的 其实我们在水里面加点漂白粉 能更安全点吗 未处理过的 表示这个东西不安全 不干净 比如说 看一下例子 entreated water 未经处理过的水 可能是不安全的 喝完闹肚子 entreated sewage 未经处理过的污水 污下水道里的垃圾垃圾 entreated waste 就未经处理过的垃圾废料 等等等等 这是未经处理过的 没有加入化学物质 让它更干净 或者更安全 但是entreated如果修饰人的话呢 是表示未经治疗的 好 我们刚才说了 这是第一个意思 还有第二个意思表示 未经治疗过的 一般修饰某种病 咱们再看看 也用entreated 所以看到有两个意思 表示 not receiving medical treatment 没有接受医学治疗的 未经治疗的 多治某种疾病 你比如说 entreated illness 或者是entreated disease 未经治疗的疾病 或者是entreated depression 未经治疗的抑郁症 等等 咱们再看一个完整的句子 this condition may become permanent if left untreated 这种疾病 如果一直处在未经处理 未经治疗的这个状态 这恐怕会变成长期的疾病 变成慢性的了 这个condition 是一个表示疾病的委婉的表达 这个不翻译成这种情况或状况 还翻译成这种病就好了 condition是个委婉表达 permanent 就是长期的永久性的 if left 就像的 if it is left untreated 如果它一直处于 这种未经治疗的状态 这可能会变成长期的疾病 就治不好了 本文中 这个是entreated 是第一个意思 未经处理过的 就是要去那些 水的质量 不确定的地区旅行的游客注意 第一 不喝水龙头的水 第二个 不不喝其他任何途径的 未经处理过的水 那我们应该喝什么水呢 第二句话 进一步来给我们 做了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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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第二句话 比较复杂 他说 it is best to keep to hot drinks bottled or canned drinks of well-known brand name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water treatment are usually followed at bottling plants 他说最好 我们坚持喝这种水 it is best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固定句型 叫最好做模式 it is best 相当于it is wise 这么做是明智的 最好 做这个事 这个剧情可以记住 一会咱们会讲 在这个剧情里面 当然最前面这个it 是形式诸语 在后面这个 带下号线部分的to do 动词不定式 是真正诸语 这是最好的 什么呢 keep to 是坚持维持不放弃 这个to是借此 坚持什么呢 喝热饮 就是喝这个 开水 或已经烧开的热饮 还有 bottled or canned drinks well-known brand names 这个brand names 就是商标品牌了 我们喝那些著名的品牌的 那些瓶装的 或者罐装的饮料 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后面为什么和著名品牌的 这个罐装或瓶装有了安全呢 这个pottled 号表示解释 后面呢 这个协定字是解释 前面为什么和这个东西比较安全 他说 这个在罐瓶厂 我们一般都会遵循 国际标准的水处理这个技术 在这里用的是被动 是强调注意了 强调动作承受 是强调这个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water treatment 强调这个 是用了被动 这个bottling plant 就是饮料的灌瓶厂 就装瓶子 这个地方 那么名牌的东西呢 质量有保障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一般不大容易 这个闹肚子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里边有一些小的细节 咱们也看一看 首先先看一看 最好做模式 这里用的是这个 it is best to do something 这是固定句型 注意在这里面不要写 it is the best 固定搭配 咱们就不自己去编了 老外怎么用 咱们跟着用就行了 it is best 这里表示 it is wise 做模式是明智的 就最好这么做 这个后面动词不定是 to do是真正主语 前面it是形式主语 真正写的时候呢 不用考虑这个语法结构 背下来就行了 咱们看几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it is best to go by bus 最好做公共汽车去 it is best to go later in the season 最好我们在这个季节的晚些时候去 这么做是明智的 三名说 it is best to get to the supermarket early 最好咱们早一点去 这个超市会更好一些 it is best to do something 直接相当于 it is wise to do something 把它记住背下来就好了 本中建议是什么呢 最好我们坚持喝热饮 keep to something 在新课念三词的第一课 咱们就讲过 它类似于我们在三课第一课 讲过的stick to 坚持或者遵守 或者不放弃 或者不偏离 这个stick不是粘住的意思吗 粘到上面不分开了 所以坚持遵守 不放弃 或者不偏离什么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keep to the speed limits 坚持速度限制 要遵守速度限制 绝对不要超过限速 这样开车安全 这是坚持遵守 再边说 it is best to keep to the track the land is very boggy around here 这跟本文中剧情更像 前面还加上 it is best to do 最好这么做 是怎么 最好我们坚持走路面 在小路上走 为什么呢 这里的土地 都是昭泽地比较多 万一说陷进去就麻烦了 我们这个boggy表示 像昭泽一样的 就是很多什么腐烂的植物构成的 这些软地 搞不好汽车会陷进去 它来自昭泽地 怎么见过叫bog bog keep to是坚持 维持 一直不偏离 不放弃 这个最好呢 我们坚持热饮 或者是bottled or canned drinks 瓶装的 或者是罐装的 这个饮料 咱们看这个bottled和canned 都来自名词 第一个是bottle 第二个是canned bottle是瓶子 canned是罐头 什么叫bottled呢 就是sold in a bottle 瓶装售卖的 放在瓶子里 一瓶一瓶来卖的东西 你像bottled beer 瓶装的啤酒 bottled water 瓶装水 是这样的 叫瓶装的 那么这个canned呢 当然在英诗英语 就british english 同样 有时候也被称为 叫tinned 因为这个tinned 在英国也是罐头 在美国用canned 更常见一些 在英国 有的时候也能称为tinned 一样 还是来自于罐头 t-i-n 指什么呢 a food 多指食物 preserved in a can 在罐头里边保存的 同样看些例子 比如说canned food 罐装的食品 或者是canned soup 罐装的汤 打开之后就能喝 就放在瓶子里面 或者罐头里面 这密封的这个东西 这个饮料 什么呢 a well-known brand names 就是著名的商标品牌的 就名牌 名牌的罐装水 或者是瓶装水 这个brand name 这是固定搭配 brand name 是个可数名词 表示什么呢 the name given to a product by the company that makes it 就是制造它的公司 给这个商品的一个名字 叫brand name 叫商标名称 就类似于另外一个搭配 就是trade name 一样的商标名称 well-known brand names 就名牌了 名牌 这个瓶装水 罐装水 怎么样呢 去坚持喝这个东西 为什么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water treatment 就是国际标准的水处理 这个standards 后面经常跟介绍off搭配 叫什么什么的标准 不要小瞧这个介绍 不见得每个地方都有off 这个地方一定有off 什么什么的标准 比如说 the EU should set minimum standards of employee rights 这个 the EU 咱们第八个讲过 叫欧盟了 欧盟应该设立 最低的 这个员工权利的标准 就是最低 也不能再比这个更差了 最低标准 什么什么的标准 standards 后面加介绍off 这个主意 再比如说 we aim to maintain high standards of customer care 我们的目标是 aim to 什么目标是 要努力做到这个事 要坚持高标准的客户的关爱 就是我们要为客户服务 让他们最满意为止 达到高标准的这个程度 什么什么的标准 注意后面介绍off 本文中用的动词搭配是 follow d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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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ards 它用的被动 就是遵循什么什么的标准 就是那些瓶装厂 往往都遵循 国际的水处理标准 这个遵循标准 就follow daddaddad example follow什么什么 这个standards 遵循什么什么的标准 这standard 这个用复述 更常见一些 再比如说 我们看动词搭配 have standards boost 或者enjoy daddaddadstandards 表示拥有什么什么的标准 如果这个标准是非常好的 高的标准 有的时候也可以用boost 或者enjoy 咱们说了 这两个可以表示享有 享有非常高的标准 好的标准 一定跟好事情 你要有poor standards low standards 用这两次就不合适 boost 咱们讲过 事无所主义的时候 可以表示有 而不是吹牛的意思 再比如说 设立了什么什么标准 定义了什么什么标准 叫define establish 或者刚才例句中见过的set 什么什么standards 设立了 设定了 定义了什么什么标准 再比如说 达到了标准 实现完成了这个标准 达到标准 达标了 achieve meet 或者reach 跟standards搭配 这个达到标准 那未达到标准 有个端语叫for short of daddaddadstandards 未能达到什么什么标准 就是未能达标 for short of 这别翻译成掉了 就短了 总而言之 是没有达到标准 好 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提高标准 跟降低标准 咱一块看 这也好记 提高标准 就是raise standards 降低标准 我们也没有lower standards 是提高和降低 我们经常说保持标准 这也是标准的常见东西搭配 咱们可以用maintain 或者sustain 跟standards搭配 就保持什么什么标准 好 本文中说了 在灌瓶厂呢 通常都遵循 这个国际标准的 这个水处理 这个灌瓶厂 bottling plant 究竟是干嘛的 咱们也大概看一看 bottling plant a plant where beverages are put into bottles with caps 这是我们说灌瓶厂 是这么一个工厂 一个plan 什么工厂呢 在工厂里面 beverage就饮料了 被放到瓶子里面 然后盖好盖 就是像口可乐呀 像分达这种饮料 在这工厂里面 把饮料放到瓶子里面之后 用盖封好口 这个厂子就灌瓶厂 好 他说这种饮料比较安全 下面说还有啊 碳酸饮料也是好选择 咱们看第三句话 是个短句子 他说carbonated drinks are acidic and slightly safer 这个碳酸饮料 就加加二氧化碳的 起泡的这饮料 它是酸性的 并且就更加安全一些 这个and是冰冷连存 slightly就是有一点了 安全一点 更加安全一点 这个里面我们看看这个术语 什么叫做carbonated 咱们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carbonated carbonated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off a drink 是一种饮料 containing small bubbles of carbon dioxide 就包含了很多的二氧化碳小气泡的这种饮料 就是含有二氧化碳的气泡的这个饮料 在中国也经常发生碳酸饮料 就加进气泡之后 它慢慢产生微酸性的这种饮料 叫做carbonated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比如carbonated drinks 就是气泡的这种饮料 或者直接发生碳酸饮料 再比如说carbonated mineral water 就是气泡的 或者含有气泡的这种矿泉水 mineral water 就是矿泉水 就好了 那么它来自于常见的动词 carbonate 就是使加进二氧化碳 冲二氧化碳气体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动词 carbonate 就是to charge a beverage for example with carbon dioxide gas chart往里冲进去 往什么里冲呢 比方说吧 往饮料里边冲进二氧化碳气体 carbon就是碳 dioxide就是二氧化物的碳 叫二氧化碳 往里打这个气叫冲二氧化碳 冲进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就是carbonated 顺便可以记住 这个carbon就是那么常说的碳或碳元素 我们以前见过二氧化碳 就是carbon dioxide 这个oxide叫氧化物 di是两个 所以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呢 叫carbon monoxide 这个m-wink 就是一个氧的氧化物 叫一氧化碳 是这么来说 这个同时记住 这个加进二氧化碳的饮料呢 是酸性的acidic 表示里面含有酸的 一般中文翻译是酸性的 注意不要读成acidic 它来自acid 酸的 但是酸性的 我们叫ic 中音后音 大声来读一下 acidic 它叫contain acid 就是含有酸的 就是酸性的 同样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acidic所有酸性的土壤 再比如说 dissolved carbon dioxide makes the water more acidic 这把本文中的含义都解释了 这例句更好了 对吧 它说融化了的二氧化碳 可以使水将更加具备酸性 就是使水有酸性 打了二氧化碳之后不光 它容易起气泡 而且里面从酸性能杀菌 所以它说碳酸饮料是酸性的 并且更加安全一点 安全一点 后面在第二段最后一句话 咱们看第四句 它怎么说 接着看屏幕 它说 make sure that all bottles are opened in your presence and that their rims are clean and dry make sure 这个起始句 一定要确定哦 make sure 后面跟两个并列的大红句 这个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中间and的连接 这两个that重句 都是咱们传统上说过的 可以当形容词补足语的这个重句 它补充说明前面的形容词shore 咱们说过这个重句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它既不是定义重句 也不是状语重句 也不是明词形重句 它专门放在形容词后 做形容词的补足语 有人认为 它相当于并语重句 你可以看作是 make sure of the fact that 把它看作是并语重句 但毕竟没有那个of the fact 所以还是把它看作 形容词补足语更好一些 一定要确定过什么 所有的瓶子都得当着的面打开的 别人都在别地打开 再给你 这个不行 这个不安全 当面打开 in your presence 就是在某人在场的情况下 这是固定的一个书面语 咱们一会会说 并且还有怎么样 并且还有确定 它们的边缘 就是瓶子盖打开之后 这个口 边边缘怎么样 是干净的 是清洁的 而且是干燥的 这个时候喝比较安全 这里面有一些小的搭配比较重要 首先我们看最重要的词 就是这个presence 它本来是个抽象的名词 叫出席或者在场 就是being present in a place 出席在场 有这个意思 不可数名词 它常见搭配有很多 我们先看看它本身的用法 比如三册的五十四颗 就出现了这个词 现在的英语第三册的五十四颗 We enjoy staring at them in chance as to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and where we hope of our presence 我们喜欢盯着它们看 它们就指昆虫了 喜欢盯着昆虫看 当它们在忙自己的事的时候 我们都陶醉了 着迷了 并且我们希望它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 就是昆虫没有看到我们在旁边 anywhere 我们以后不是插入语的 比anywhere of 是没有意识到什么 我们的存在做了它的避遇 注意不可数名词 在比如说三册五十七颗 再次出现这个词 三册五十七颗 就在母亲去世之后 你看父亲很难受 为什么呢 everything around him was follow her presence continually reopening the wound 就在父亲的身边左右的每一件事 到处似乎都有母亲的存在 在这翻译成似乎存在了 因为妈妈都死了 不可能真在这 就到处都是妈妈的影子 一再地揭开旧的伤疤 这三册咱们讲过 这个present表示似乎好像在这 还是来自于存在这个含义 present 注意不可数名词 那本文中进一步看到 在某人在场的情况下 我们跟这次in搭配 我们既可以用in somebody's presence 也可以用in the presence of somebody 两个搭配是一样的 这个人如果特别短 可以用somebody's放在中间 如果人比较长 是个长长的名词短语 甚至后面还挂着重句 那么用第二个搭配更好一些 避免头中矫情 意思是一样的 在某人在场 在旁边的情况下 咱们看一下例子 she asked them not to discuss the matter in her presence 这个女人让他们 在她在场的时候 不要讨论这个事情 在她在场的时候 in her presence 就不要说in the presence of her 这个头中矫情了 这不好 但是如果后面是个 长长的名词短语 可以放到后面 你看这么说 the document was signed in the presence of two witnesses 这个文件 怎么签署呢 是在两位目击证人 在场的情况下签署的 in the presence of 后面跟名词短语了 用第二个搭配好一些 这意思一样 都是在某人在场 在旁边的时候 好 下面我们再看present的反译词 就是缺席不在场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bsence absence 就是being away缺席不在旁边 不在场 这个词可数不可数都行 可数不数都行 我们看一个例子 his frequent and prolonged absences were making his wife suspicious 他的frequent是频繁的 prolong是长时间的 频繁的长时间的 都是缺席总不在 总不在家 总在外边待着 现在正在使他的老婆怀疑 这是不是外边有小三的 怎么总不在家呢 也频繁的 每个长时间的 不在场 absence表示缺席 没在这 常见搭配跟刚才类似 也可以用这次in 但这时候有时候可以换成during 也行 意思一样 in或者during somebody's absence 同样可以用in 或者during the absence of somebody 一样看那个人 这搭配拼写的长短 短的放中间 长的复杂放后面就好了 同样咱们看一看例子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看 在第三册的58个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58个 一个例句 it was as clear as daylight then that burglars had forced an entry during her absence as clear as daylight 三次讲过 就是很明显 显然意见 很明显的是 就是在老太太不在家的时候 有贼破门而入了 during her presence 在他不在的时候 这个during 换成in也行 forced an entry 叫用暴力破门进来 这个三次还讲过这个细语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in the absence of any evidence the police had to let mayor's go 在缺乏任何证据的这个情况下 怎么样呢 这个警方的被迫让mayor离开了 没有证据 不能再关押什么了 咱们in the absence of 后面加了名词端语了 用了第二个搭配 这个in换成during也是可以的 这是在场和不在场 presence absence 本身的用法 以及常见搭配 可以同时记住 就是本文中说 一定要确保 所有的瓶子 都是在你在场的时候打开的 并且怎么样呢 and the rims are clean and dry 这个rim 叫做边缘 它表示边缘 我们在第十课应该见过 咱们看一下第十课硅谷 59页的第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59页的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咱们硅谷 As the heads of next generation start-ups 作为这些下一代的 这些小的电脑公司的老板 他的领袖 怎么样呢 This Asian innovators can draw on customs and languages to forge tighter links with crucial Pacific green markets 这些亚洲的革新者 可以利用他们的风俗文化 和语言的优势 而与太平洋沿岸的 这些重要的市场 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太平洋沿岸 就Pacific rim 在修士markets 这个rim本身是边缘的意思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段 跟老师就看在这儿 我们下午后